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正向的天空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已经去到晚上时间了 已经由日光白白变了夜空了 这里有我许刘山,还有纽西兰青瓜仔,易得台仰 大家好 还有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智真的好 还有纽西兰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记住点赞给我们的影片,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蒙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静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可以讲一下这些题外话 《华丝然正向的天空》可以讲一下这些题外话有趣 看到社长,我想起这个《角落生物》的电影 原来那个小白红有些网友问我 为什麽他拿着个篮子在做什麽呢? 原来这套电影,不知道在香港上映了未 不过就算现在上映 都可能都未必那麽方便去看得到 各位好像暂停着 那些戏院好像不准去 原来是讲《角落生物》 那麽多个不同的角色有六个 就去了不同的童话故事 而小白红社长就跌了到这个 《卖火柴的女孩》的故事里面 所以虽然小白红是男孩来的 都要他化身做这个《卖火柴的姑娘》 在这麽卖火柴的 接着不知道后来好像帮了一只小小的灰鳥 达成了他的心愿之后 还是怎样呢? 就可以完成了他的任务 那小白红就可以离开这个 童话故事里面了 希望香港有机会可以上映到 一起进去看看 都挺有趣的 不过社长好像不喜欢粉红色的 这个跟社长一定是无关的 好了 那我们讲一下 有些刚才我们讲的几节的channel 有一节是晒冷气 近来我们多一些节目 希望大家过去听一下 都挺过瘾的 有一班人都很晒冷气 在今天这个香港挺搞笑的 所以我们拿来讲一下 就是警方搜查理大学生会 还有警方方面 重点就会搜查一下 这个叫做战艺的学会 看看他们射箭那方面的同学那方面 有些调查一下 原来理大学生会 在16号的时候 即使今天是17号 17号去了理大那里进行搜查 16号的时候已经通知了理大学生会 就说今天就会去理工大学的范围里面 进行搜查 学生会也会了解一下 其实就是那个态度 就说来了解一下 就说有件案件 就跟去年11月17号 里大就发生了警民冲突 我觉得警方的用词已经相当之客气了 冲突期间怎么样呢 大家做了一节的突发 我都很有印象 因为那一幕的照片 我在街上的时候 我看到 哇 这帮人是不是冷血 有人放冷箭 射了向警员的小腿 那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些人很凉薄 那帮朋友 拔了那些箭出来 不是有个孔 然后又说 不是很大范围 又说这么小的孔 还是怎么样 其实那时候我都说过了 在节目上 其实会这样一箭射进去 穿过了一些肌肉的组织 其实挺难好 谁知道它里面有什么物质 就算破伤风也不错 可能整个肢体要截肢 其实这些真的太凉薄 冷血了 直接谋杀 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 但是你这样的话 会不会不是一个人呢 说真的 那时候你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说要阻止警方进去里大 不知道拘捕那些人还是怎么样 还是有些调查 还是什么 是吧 所以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都很无聊 我觉得那时候里大发生到这样 是吧 其实有一宗新闻还好笑 今天见过 最无聊的是什么 那帮人在里大那里 已经是愚蠢 只可以说他们很愚蠢的 所谓的守着里大 那跟着呢 有一帮人呢 就在外面叫声援他们 举了雨傘 又说什么 要在油尖抹一带 开花 等里面的暴徒呢 有机会爬市渠走 那有一帮人呢 就在 好像油麻地那里 就搞了 有差不多60个 就被警方 控告了这个叫暴动的 那这60个人呢 人生更精彩了 有10年时间 给你们慢慢精彩了 就去 他们今天 又去到九龙城的裁判处 再提堂 有一个呢 穿了草 是不是快必帮他 快必帮他 之前要帮 帮手足穿草 可能是 他有这样说过 他自己说 他没有说到帮哪一个的 但是有嫌疑 有嫌疑的 是的 可以帮他送他一程 捉他灰 可以啊 可不可以做污点证人 我帮他冲出来说 冲出来说 冲出来香港 冲出来说 有60个呢 有20个都 又是什么 又麻痹那边 还是怎么样 都很麻烦 有些先 不是太多是学生 有些古灵精彩 有些是什么装修工人 什么设计师 古灵精彩 有些是科大 浸大 哇 科大你都搞了这些东西 澳洲某大学 二连卡 成大 港大 哇 很多学生出来了 真是 何韵斯说 叫大家出去唱歌 是不是 但是他自己不去啊 那天 啊 他又往上唱啊 往上唱啊 是的 这么简单啊 是不是 你以为不是这么简单 可以啊 是不是 救救孩子 可以救孩子 而且可以收捐款 是的 唱歌也是收捐款 那时候还好笑 何韵斯说去元朗一起游行 或者什么 报仇 721 721之后 谁知道自己拍照自己 在元朗站里 又说买老婆饼 但是身上又没有老婆饼 这些好笑 但是你说回这个理大那方面 怎样呢 其实呢 就去调查 有人用箭射向警员这件事的 那这班呢 所谓的学生会 又在那里 其实呢 已经早了一天通知来 警方早了一天通知来 我觉得相当之 不是突击 我觉得相当之 好 就是有机会 让你们尽量最后的努力去毁灭证据 这个 不是这么应该的做法 好了 说到了 警方 接着呢 大概啦 今天十二点多钟 原来已经去到大学首证 是吧 要求呢 入学生会的会议室 首证点 接着呢 这班学生会的人 就在垂死掙扎 又是委任证 委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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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又守住学生会的门口 我看见这张照片 你们这班人对得住这个 理大学生会吗 是吧 对不住这学生会 你们搞到整间学校这样 烏烟瘴气 又弄些什么汽油弹 又不知道被人搞到整间 烏烟瘴气 又什么厨房奥暴徒在那里煮饭 是吧 都不是什么学生会 这班人 他可能是临时 作个名字出来的那种 是 但是这个理大学生会 老实说 有很多年的历史 被你们这一届 这一批学生 搞到整个学生会 搞到整个学生会 搞到这些学生会 不单止是厨房奥暴徒 说你们太搞到臭了 真的整个名字都搞到臭了 在那里挣扎 又说警员要进来 又要委任证 又在叫律师来 还是怎么 你不要跟我说 你叫人我乔你 他坐在那里生臭壶 是吧 整班都闪了 那时候又说要守住理大 支持理大手足 还是怎么 整班 现在这些什么议员 已经不理 他们放暑假了 带了几百万酒 已经去休息一下 遲些回来又充电 继续吃你们这些人 人血饭头 然后又说要众筹 就等于陈志全 刚刚那个立法会 结束了 郭榮鏗 还在立法会打卡 然后又放些歌词出来 说到自己有什么辛酸 有没有过来看看你们学生会 彩你也有没有 这些议员 是吧 那时候手足又是什么撑住 还是怎么样 现在了 哦 现在来到了 没有了 我一个都没有来过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但是已经没有发生过了 但是 又说要外面 就等于这样 外面都要顶住 要救他们 还是怎么样 现在你们自己 在学生会的门口 苦苦挣扎 一个都没有来 许志峰呢 许志峰呢 许志峰应该来的 应该是吧 是吧 爬着他进来 所以这些就笑死人 是吧 很搞笑 大学呢 现场的保安 也有维持夺追 挺过瘾 原来呢 全部的保安 是转了 是黑人来的 是啊 挺有气势啊 转了这些都 这些是听我们说的 我们建议的 一定要请一些 讲英文的人 去处理这些人 你不请这些人 你不请讲英文的人 他们不怕的 我们那时候 去年已经说了 其实有很多地方 都采纳了我们这个建议 有很多人说不行 我们是中国人的地方 不可以请讲英文的人 为什么要 现在不是殖民地时代 为什么要请讲英文的人 你对付什么人 你就要用什么的手法 一定要灵活可变才行 喂 他们太过old school了 就是大哥怎么读书的 这些很多呢 其实可能是会讲中文的 我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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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堡 近着上海街 但又不是上海街 我忘记那条叫什么街 不是尼敦岛 是在后面的 上海街 有些横街宅行 有些尼泊尔的店铺 有些是收买电器 有些是尼泊尔的店铺 他门口 有一次就走到他那间 有些黑人在里面聚集 在聊天 讲起自己家乡的画 我跟朋友 刚巧在那里 下了小巴 走去不知哪里 我看到他门口 有些 不知道有没有买过 叫做印度椰子 你知道什么 是什么 我不知道 平时的椰子 不是整个 平时的椰子 不是整个小孩 头那么大 有些叫做印度椰子 是很香的 它是很小的 好像拳头 好像我们的拳头那么大 不是沙波那么大的拳头 就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我知道是什么 我知道是什么 里面通常是没有了水的 没有水的 没有 对 印度椰子里面没有水 但是那些肉 都是白色 是很厚的 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肉 就厚 比普通的椰子 普通的椰子 大概是1cm 左右 但是印度椰子的肉 可以去到2cm 那么厚 是的 没错 很厚的 但是那种味道 很香 很浓 切开来煲汤就很好 那次我在店铺看到 哇 这么便宜的 好像10元 还是差不多 我跟朋友在那里选 快点买 很便宜 10元 那里面那些黑人的朋友 后来就拿过交代 我旁边 我没有太多理他 我继续跟朋友说 哇 真的便宜得很厉害 我没见过这么便宜的 接着那个尼泊尔 他突然间说了一句 不算是很正宗的 广东话 听了之后口音 是啊 很便宜的 老友 他懂得这样跟我说 他明白我说什么 其实 知道我说 就是那班学生 就不知道 为什么 是否聘用这些 他懂得讲英文 不过他其实可能 都懂得听我们那些广东话 还是怎么样的 就等于重庆那些 是吧 那些芒果很好 那些 也有些这样的 你破译 不过去到哪里 去到哪里都是 不要以为是广东话 别人不懂得听 这个很骤忌的 我有个北京的朋友 他就在二环居住 那些广东话 如果你和他聊天 你一定以为他是香港人 但是其实他不是 他是北京人 那有一次呢 冬天的时候 他就在北京 那香港有些人呢 都去北京玩 冬天去北京玩 那冬天的北京呢 其实是有西瓜 各方面的 就是南方可以吃得到的水果 在北京都买得到的 基本上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在街上就卖西瓜 那时候是冬天的 应该 应该 其实是零度左右 之前那一晚好像还下雪了 那些 香港人呢 就是在那看 卖西瓜 就说 哇 这么冬 在这么冬的天气下 吃西瓜 会是什么感觉呢 这样说 接着我那个朋友 就立刻认了他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不用想的 你就买过来试一下 接着立刻 嚇到那两个香港人呢 就嚇一突一突 为什么北京人会说广东话 而且是这么标准的广东话呢 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 你以为那个地方的人 不懂得听你自己说的话 你就乱参讲话 接着立刻有人认了你 很容易出事的 这个其实是 很尴尬 很容易尴尬 人家以为我不懂得讲 人家以为我不懂得讲 其实是什么Q 人家什么Q都懂的 基本上都懂的 之后就被他说 哇 你是这样的 其实以前很多学生 是不知道我懂得讲唐话的 因为我很少讲的 社长都知道 其实我一般来说 都是叫餐的时候 都是讲英文的 就算去吃饭 都是讲英文的 就算去唐人地方 小美羊 我们不怕讲我们去哪里吃饭 我们经常去小美羊 因为便宜嘛 那些自助餐便宜嘛 有得烧烤 有得吃火鍋 有得吃火鍋 那好吧 我们再继续讲述警方的搜索 还是怎样 这班人继续在哭哭吵 还是怎样 警方就拿了他们的电脑 还是怎样去搜索 还是怎样 又要他们的战艺会 又要他们的名单 还是怎样 又呱呱吵 又要交涉 又说不准 又说理大范围 又说给你们调查的吗 其实警员有了搜查令 已经有了这些资料才来的 又说要抄下 很搞笑的那些学生说要抄下搜查令 再调查法律意 很明显已经拖下时间了 还用不着手抄 这个时代还有手抄吗 影夫想插一声给律师看就可以了 是不是 当然了 你找什么杨岳桥 什么陈淑庄 陈淑庄可能已经不懂得看了 不懂得看英文了 除了走的英文就懂得看之外 其他可能都不知道 唉 都是那句 人走就茶凉 厨房佬暴徒一走 李大就七凄凉了 所以已经没有人再撑这个叫做李大了 好了 我们今节讲一下留言 我们讲一下 原来讲了17分钟了 好了 讲一下这个赵嘉然 都和戴耀廷割席 说要抽身一些谈的 今天戴耀廷都已经说了 我都不玩了 我们之前 早晨那一节都会讲一点有关这些东西 大家到时候听一下 看看大家的留言是怎么样 Sylvia Leung就说了 爱与和平 吓死人吗 他觉得这个大耀廷好像和邪教没有什么分别 在育中好像没有什么反省 很好反省 修炼成魔 一出本书 就荼毒无知青少年 真的很可怕 其实我都很怕一些人 就是打着自己是教徒 还是拿着十字架 或者那个颈上有个十字架的色物 就是被人觉得他好像是很虔誠 还是怎么样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 是披着羊皮的魔鬼 我这些我是很害怕的 更可怕的 其实是 真的很害怕 好了 继续讲一下 先看一下 有一些网友是Tam Cindy 他说这个 我用那个冰人就很有趣 裂开的时候就很搞笑 是啊 裂开代表他们分裂 今天这个牛油果只剩一半 大家又不知道怎么看了 讲开这个大耀就真的超级黑人憎 是有他这种人 所以教出那么多黄人出来 是不是他教呢 或者他做了些什么呢 他鼓励了很多人 这个事实是 D-Day D-Day D-Day那时候可能播一下这个种子 还有带到一些人出来找职 例如陈日君那些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抱着囚本身这么开心 我不太明白 你说那些年轻人很惨 为什么你抱着囚本身这么开心 应该抱着囚本身哭才是 因为你囚钱给一些 你觉得很可怜的人 所以那时候 好像是台阳放出来的 但要停 陈日君抱着囚本身很开心 还是真必死放出来 这张照片我会觉得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大马上 我是假的 是谁玩的 放这张照片出来 到时 去到天国的时候 将会有这个审判给你们 MCJ就说 朱凯迪在背后搞风搞雨 这个正常的 他不搞你才会害怕 我没搞的 你也不会相信 有位Alex Leung 他放了一些 自己写的诗 多一份开怀 就少一份忧惑 多一份真诚 就少一份虚假 多一份快乐 就少一份哀伤 多一份关怀 就少一份甲莫 老友基 要为自己做的事 取写什么 要靠自己 多谢你先 希望大家 有些选择 有些选择 那就好了 看看 好 这一节 反而这一节 主题是想说耳朵言 但是 反而大家 是说戴耀廷的多 因为我这里里面有说戴耀廷那本书 他还好意思 那个书 封面有十字架 还有耶稣 钉十字架的时候 头顶的荆棘 大哥 你要戴这个荆棘 就不开电视 再开这个油管 就好像 回到小时候 阿爸听着收音机 吃饭的回忆 希望大家 吃饭也吃得 开心点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都说 大家在喝水 吃东西的时候 就要小心点 就麻烦了 看看 好 继续讲一下留言 Kentang 这群牛鬼射神 以为走了一条不归路 没得回头 只有死向前冲 他怎么了 ют的时候有就是 他自己不是 他自己有 就是例如 好像罗冠聪 他已经去了英国 是不是 他不会没有回头路 他就留了 留了后路给自己的了 等于像社长说的 有些人扮害 还是什么 這位蟒友對於趙家賢的仇恨都相當深 他就說耳仔賢做完事就想拔一下褲子就當沒事 這個耳仔賢如果他把兩隻耳仔換了豬耳就好像豬八戒 這兩隻耳仔也很像,可能要換兩隻耳仔再裝兩隻 對稱一點會漂亮一點,而且他比較配米豬連的Logo 都可以的,如果兩隻耳不一樣 可能接收耳殼、收音的大小的角度會有不同 可能會有些不平衡的,我們是說真的 不是Wafel 好像神經病 有一點吧,不過他的髮型有點有趣 為什麼會有個尖尖的呢? 我覺得一看到他的感覺好像人造人間十九號 這個是龍珠二世 那個眼睛好像很繞惹 好像假裝金仔,人造人間十九號是金仔 是呀,是金仔來的 是呀,手會發炮 手會發炮 好吧,我們今節說的留言說到差不多了 希望有機會再繼續跟大家說 好了,今晚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